山木渣又名肠蕊石头花 是一种草 一句话句说了 来山东必须吃煎饼卷大葱 这边有一个朋友 给我介绍了一家煎饼卷大葱 说特别硬 在一个商场里头 Let's go 老师我问个路 把你路 你们还逮我 上哪逮我 我在商场里 我朋友是不是觉得高估我的实力 这个店看上去很贵的样子 这是送的 咱就不说这荔枝和西红柿 主要是给你摆盘 好吃 能蓄我 来了 这么酷 这个菜是山东六个地方的特色 它有一个具意 具意着您吃过此菜 就引用了山东六个地方的丰富人情 日照 这个呢 河泽的 河泽 维海的鲍鱼酱 这个是维海的鲍鱼酱 这不是咸菜吗 这是锦银的鱼糖酱 小鱼酱 不好意思 第一个是维海的鲍鱼酱 这是维海的鲍鱼酱 这是维海的鲍鱼酱 枣庄的芝麻盐 先放一只原来菜 维海的鲍鱼酱 香蕉酱 每个都要放 核子的鲍鱼酱酱 锦鱼的鱼酱酱 二是散的 散的捏碎是吧 棣庄的芝麻盐 最后放芝麻盐 虾 虾 好嘞 谢谢啊 谢谢 特别兴致 我都不好意思吃了 这个煎饼 囊括了山东的各个地方的美食特点 好吃 真好吃 这么好吃 先放一个游卖菜 维海的鲍鱼酱 香蕉酱 咸菜丝 葱应该多卷点 刚给姑娘低过我的实力了 卷鲜饼得特别用力的去 快起出油了 卷完小鱼酱还放啥 最后放虾肉 虾米 我自己卷的 这个bluff碗 这个葱太热了 我刚才掉了这么多葱 愣是一点葱味都被切出来 不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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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算好吃 咱们尝尝这道菜 传说比虾还好吃的白菜 这道菜不在我们的预设内 刚才服务员说 非常多的代表山东的一道菜 椒肉的白菜 海里是虾 我们再吃个虾 虾好吃 再尝一下就是虾好吃 虾好吃还是白菜好吃 虾好吃吃吧 虾好吃吧 真真好吃 最后一个主食来了 山木渣包子 山木渣又名 常蕊石头花 是一种草 它是一种山蒸 所以这一个包子卖食材 还没鲜 又有猪肉 好的我们今天是消费287 在外县城这种地方 500块钱的餐厅 我们吃出了人均100多 特别臭 如果我们不点那个传说中 白菜比虾好吃的白菜 人均几十块 煎饼是好吃的 白菜炒虾的虾好吃 山木渣也好吃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